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罚球,是考验职业篮球运动员基本功的要素之一。 无论是CBA还是NBA,都出现过罚球神准的球员。 比如说,浙江南篮的吴琴,本赛季他的罚球命中率就高达91.4%。 而在NBA,像斯蒂芬·库里和纳神两人的职业生涯罚球命中率都超过90%。 其中库里更是创下了多个季后赛关键时刻罚球不丢的记录。 这份稳定性历史罕见,不过有好的就有坏的。 本赛季CBA有这样一支球队,他们战绩高居联盟前列,但罚球却惨不忍睹。 全队罚球命中率仅为62.7%,高居联盟倒数第一,比联盟倒数第二的罚球命中率低了足足10.1个百分点。 他就是新疆南篮。 CBA常规赛,新疆vs天津。 最终新疆南篮以105-91战胜对手,但他们在第三节的罚球却着实辣眼镜。 全队单节一共获得12次罚球,结果12,罚锦衣中其中莫泰、周琪、麒麟、热普卡提江和阿布都沙拉木都有执行罚球。 而除了阿布二罚一中外,其他人全部失手。 看到新疆南篮这样的表现,球迷不惊开始吐槽了起来。 有网友就写道,这也太差了,他们平时都怎么训练的,让我上也不至于12中1啊。 很值得一提的是,新疆这场的三分球24中11,命中率为45.8%,而罚球33中14,命中率仅为42.4%,说实话。 新疆南篮投出这样的罚球命中率确实不应该。 要知道他们可是一支争冠球队,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罚球命中率,不要说夺冠了,就算是进入总决赛,我都觉得够强。 强者对决,往往考虑综合战力,你罚球就被对手落下好几分,到时候怎么赢。 而且新疆这赛季,最厉害的就是周琪嘉、莫泰的双塔组合。 两人经常在篮下,博得大量犯规,但他们的命中率实在有些惨不忍睹。 作为一名身高214厘米的内线,莫泰本赛季场均能博得8.1次罚球,但命中率仅为41.1%,而周琪也好不到哪去。 场均罚球8.2次,命中率仅为58.5%,不知道罚球手感是不是会传染。 本赛季新疆男篮,就没有一个罚球准的。 在主要轮换球员里,余德豪的76.7%罚球命中率,竟然为全队最高。 细节决定成败,新疆男篮,还是去找个好的罚球教练吧。 作为一支职业球队,投出这样的罚球命中率,真是太辣眼睛了。 而这还只是常规赛,如果到了强度更大的季后赛,一旦身体接触增多,对抗变得越来越激烈,他们的罚球可能还会持续走低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